安科乐林学习中心20号上午在公伦活动中心 举办113年度春季班成功发表会 活动首先由合唱班揭开序幕 爷爷奶奶们跟着音乐大展歌喉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整个活动中心 另外社交舞班 养生雨加班 环保打击乐班 也都带来精彩表演 展现长辈们的热情与活力 我觉得我们的乐林长者的表演 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职业水准 也希望说他们除了在我们的 安科乐林学习中心的成果展能够展现之外 如果社区或是一些活动 有一些表演的机会的话 我们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一些长者 可以把这么好的一些节目 带给更多的人欣赏 这次的成果发表会除了有动态的演出 同时还有书法班 绘画班等静态的展览 长辈们表示 乐林中心有各式各样的课程 可以学才艺 增长知识 也能够培养兴趣充实生活 让他们生活满满 我们那个绘画班 画读的画 我们本来是小学的时候 还有国中的时候 都是简单出入的嘛 那那个时候画的感觉呢 就觉得说没有像现在 到老了我还能够画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的作品就觉得说 越来越进步 我在很早的时候最喜欢日文 但是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但现在已经退休了 而且是在这个地区 所以我就参加这个 其实在收到现封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国民法官 对我的理性 那个当下其实我有一点 害怕我真的能胜任不出 希望不过之后发表会的分享 让长辈尽情受出两个自我 也借此国立很多的成者 国道王 学道老 拥有更丰富且美好的推出生活 当大家看到自己 更新的告诉我们 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现场的人他是专业的 你怕什么 一直互相观摩 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 那动态的一些表演呢 他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帮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所成 能够分享给大家 事实上自己也会从这个过程中 得到满满的自信心 我们很希望呢 藉由各种的一些丰富多彩的课程 让我们的长者呢 有一个很快乐的退休生活 安坑国小强调 安坑乐林学习中心 未来也将持续开设多元的课程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加入乐林行列 快乐学习 旺季年龄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